大家好,这里是华人百科 一个关于华人和今天的频道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 随着汉文化的传播 汉字也扩散到了越南、朝鲜半岛、日本等周边国家 但如今还在采用汉字的地方 却只剩下大中华区和日本了 其余国家在表面上已经推出了汉字文化圈 在东南亚有这样一个国家 他们曾经以汉语为主要媒介语言 也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 但是在独立建国之后 却坚决废除汉字、禁用汉字 这个国家就是越南 越南第一任总理吴志明在狱中 也曾经用汉字写了百遍汉诗 但建国之后却选择使用拉丁文 这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华人百科就想用十分钟时间 为你来整理越南是如何一手消灭汉字的 别急着滑开 看到最后或许会改变你对越南汉字文化的认知 对了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有提到 富途默默正在做推广优惠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观众朋友 如果平时有交易美股和港股 现在只需要注册默默商户入金2700新币 就可以免费获得一股苹果股票再加30新币的现金券 而且只要在优惠期间交易全是免佣金的 可以省下每一次25美金的交易费 优惠期之后交易佣金还是属于行业中很低的 那关于默默的优惠和链接资料我已经放在下方了 建议平时有投资股票的观众朋友 可以下载研究一下 我自己也在用还挺不错的 那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 越南在历史上一直都与中国有不解的渊源 在北俗时期也曾被当时的中国占领过 也因此当时有知识的文化人 使用汉字作为书写工具一点也不出奇 但在五代十国的南汉时期 当时越南本地的贵族吴拳发动了起义 成功夺取了交州的控制权 从此不再听命于南汉朝廷 后来越南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 但越南当时仍然把汉字作为唯一书写的体系 可汉字毕竟是针对汉语而被创造的文字 所以在独立之后 人们发现自己的语言和汉语的差别越来越大 所以用汉字速写越南文 其实也开始出现了不方便的情况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越南本地词汇 没有办法用汉字写出来 所以在公元十三世纪 越南开始出现了一种用汉字为素材 经过改造而创造的一种新文字 叫做自南 但人们发明自南之后 这新字有很长时间 仍然只限制在越南民间使用 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南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而越南官方使用的文字仍然是标准汉字 当时在越南叫做自如如 一直到公元十九世纪 越南被法国完全占领之后 除了中间有几十年时间之外 越南所有的官方数文和学校的教材 都还是用标准汉字所书写的 自南只是用来写名歌歌词或者一些民间小说 在公元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 法国获得了越南的统治权 汉字地位发生了变化 当时法国强烈要求越南去汉化 这样做首先的原因是稳固法国在越南的统治地位 但当时法语在越南遭到抵制 因此天主教会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 根据法语设计了一套新的带拉丁字母的越南文字 在越南民众中强行推广 对于当时越南人来说 他们也开始适应了拉丁化文字 毕竟汉字难学、字难、有规范 只有拉丁化文字最容易使用 即使拉丁文字在当时被广泛使用 但汉字仍然有它的地位 当时在越南依旧有六种中文报刊 十二种中文刊物 而法文、越文和汉文和他们的杂志只有四种 另外当时的法国殖民者和教会 设立的法国学校 本来主要是给殖民官员的子女提供教育 可后来考虑到要培养政府的基本管理人员 所以也开始开放给越南富豪子弟 和一些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越南孩子入学 而普通大众却得不到良好教育 结果呢 就开始出现了不会文字的文盲 如果提到越南历史汉字被消灭 不能不提到吴志明这个人 因为以吴志明为代表的越南共产党 在后来废除汉字方面有着很大的关系 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吴志明是谁吧 1890年出生的吴志明 其实本名叫袁爱国 19岁的时候 由于他家庭在当时参加了反法国革命 最后都被安南国王给杀害 因此他只好改名换姓开始流浪 在二战时期 被当政府装实同意日军占领越南 后来在日本的占领期间 吴志明开始在越南进行游击战争 时常在广西和越南两地活动 1942年吴志明被国民党逮捕 被关押了14个月 在监狱中吴志明用汉字写了100多首诗 其中文明的绝命诗 身体在狱中 精神在狱外 狱成大事业 精神更要大 1945年抗争胜利之后 日本投降 但法国仍然想要控制越南 于是吴志明当时在越南 就开始联合越南的游击队 在真空时机快速建立政权 赶在法国军队之前 占领了各大城市 1945年9月2日 当时吴志明和其他人组成的临时政府 所谓当选政府主席的吴志明 在河内发表了独立宣言 那这份独立宣言 还是效仿美国的独立宣言的 强调人民民主自由的权利 当时吴志明也宣布 将会决定彻底废除汉字 正式使用拉丁化文字 之所以会做出这个决定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减少越南的文盲率 消除法国殖民造成的高文盲率作为 当时吴志明总理还号召全国开展扫盲运动 以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 当时吴志明号召有文化的人 多教育身边的文盲 为扫盲运动省出援手 还主张妻子不是字 丈夫教 父母不是字时 儿子教 家里不是字时 主人教 而有钱人则鼓励他们到学校教文盲 即使越南政府决定使用拉丁化文字 但许多中国的传统文化 仍然被保留到今天 而且越南的史书一直都有用汉字记载 像是我们华人都会过的农历新年 越南人也会过 甚至有趣的是 你还会看到不一样的春年 因此如果你有机会到越南旅行 会发现大街小巷中 有很多类似中文 又不是正统中文的痕迹 事实上 吴志明在越南独立之前 曾在中国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对中国的文化了解很多 不仅汉语说得好 他的毛笔字写得更是让很多人参叹不已 照理说 他建立了越南共和国之后 应该会继续推进汉字 可吴志明偏偏废除了汉字 虽然理由是要消除人们的文房律 但这想法究竟是蓄谋已久 还是突发奇想呢 中国的文化有几千的历史 而越南深受中国的影响 因为距离等各种共同原因 越南人民之前都是用文言文写字的 可见中国文化对越南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 时间再往前回缩一点 其实越南并没有自己的本土文字 他们都是靠口耳相传的语言交流 其实吴志明之所以会推行拉丁文字 和越南过去的历史也有关系 但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法国殖民影响 在法语的影响下 汉语对越南人来说也渐行渐远 所以即使在越南成功独立之后 长期的殖民统治让他们的经济难以恢复 论局势和水平在国际上可是没有地位的 以这样的情况其实也不难理解吴志明和当时领导人的想法 这样自身难保的情况底下还想要鼓励学习汉语 恐怕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样简单拼音代替汉子这种学习方式 反而更能够尽快帮助越南人摆脱文盲现象 只要大家都十字文化水平提高 才会有助于刚独立的越南有更加深远发展 再加上汉语的难学程度全世界都知道 如果越南独立之后还想继续使用汉语 可能会难以拆掉中国的附属国这个帽子 就算吴志明真的和中国关系非常友好 但他也要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扣着想 所以作为一个合格的国家领导人来说 他这个废除汉语的举动和情合理没有非议 也不带有不喜欢汉字还是中国的情感 这更有助于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社会 在节目的最后你对越南一手消灭汉词又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这里是华人百科一个关于华人和金钱的频道 有什么内容是想要我们所团队研究的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 记得现在就按下订阅 一起探索更多被埋没的华人故事